熟悉英伟达显卡的朋友肯定会对老黄的刀法印象深刻 甭管什么级别的显卡 肯定能给你切出合适的性能和价位 让你一分钱都不会少掏 但是有这么一款产品 在同级别的显卡上把规格砍得708落 最后却敢不改名字就拿出来卖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RTX30506G 单看名字不了解情况的会以为这只是显存少了2G的3050 但你要是知道它的详细规格 你就知道老黄这一次有多么不厚道 对比30506G和30508G的规格就会发现 从流处理器、探索孔、光追单元到显存未宽 以至核心频率 这张30506G被从上到下统统卡了个遍 让3050本就不富裕的性能雪上加霜 唯一能称道上有用的 就是卡的功耗由3050的130瓦 降低到了70瓦 可以不用外接电源就能工作 按说这规格砍成这个德行 你叫个3030卖个几百块钱 大家也不会多说什么 但英伟达这一次却不讲武德 直接管它叫30506G 定价到1000号级 发布的时候也是低调异常 似乎想瞒天过海 蒙混过关 那么这张卡的性能究竟如何 它真的只是少了点显存的50级显卡 还是只配叫3036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今天用的30506G是微星的万图师 测试平台还是N卡老搭档 健康版14900K和32G DDR5显存 上机之后先来跑个分 这块卡在Time Spy的得分是4829分 算是中规中矩 接下来是几款游戏的跑分 大表哥2里 1080P画质平衡 开大力水手质量档 平均74帧 GTA5增强版 1080P画质非常高 开光追 大力水手质量档 平均在90帧以上 孤岛惊魂6 1080P最高画质 FSR质量档 游戏可以跑到74帧 好分成绩看起来可以 实际运行游戏里表现也不错 在CSR里 1080P高画质 FSR开超高品质 几乎可以稳定200帧以上 三角洲里 1080P高画质 大力水手开质量档 平均能到100帧以上 永结无间 1080P高画质 大力水手开性能档 游戏能达到100帧左右 神话维基4 1080P高画质 FSR开质量档 游戏能稳定在60帧以上 毁灭战士黑暗时代 1080P低画质 大力水手开超级性能 可以达到100帧以上 如果只看到这儿 你会觉得这30506G的性能 似乎还可以 但随着评测的深入 事情开始向奇怪的方向发展 我越来越觉得 不用了一块甲N卡 或者说用了一块A卡 怎么说呢 首先是开启光追后 性能下降严重 在古墓令暗影里 1080P最高画质 大力水手质量档 关光追 成绩是82G 开光追 只有47G 在心灵杀手2里 1080P低画质 大力水手超级性能 关闭光追 平均60帧以上 开启光追 平均不到50帧 而黑深化无空里 1080P中画质 大力水手质量等 开低光追 测试成绩只有26帧 关闭光追 成绩可以达到63帧 这种程度的性能下降 完全不像一块 用RTXN卡 反倒和我用6000系的A卡 感觉如出一辙 第二个就是 30系的显卡 不支持大力水手 真声成 想用真声成 只能用FSR 同样是黑深化无空里 FSR质量档 开真声成 开地光追 46帧 关闭光追 可以达到94帧 对比只开大力水手的设定 借助真声成的能力 帧数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在波朋克2077里 1080P画质为高 关闭光追 大力水手平衡档 不开真声成 成绩是55帧 而开FSR真声成后 成绩可以达到89帧 情形者二里 1080P低画质 大力水手性能档 不开真声成 游戏只能跑在50帧左右 开启真声成 游戏可以达到70帧以上 第三 同样的设定 开FSR效果 比大力水手要好 抛开那些 只支持FSR的游戏不说 但说同时支持 大力水手和FSR的游戏 在这块30506G上 竟然会出现 FSR效果 比大力水手好的情况 在费渣地平线5里 1080P超高画质 大力水手质量档 成绩是50帧以上 而开FSR超高质量 成绩可以达到63帧以上 之所以会出现上面这些诡异的情况 说到底 还是由于这块30506G的规格 被看得太狠 以至于无法正常发挥 作为一个N卡的特色技术优势 在游戏测试中 唯一体现了硬件光追作用的 是能够进入像毁灭战士黑暗时代这样 要求硬件光追的游戏 看着这块卡在游戏里 开启光追后的表现 它也许根本不配用RTX命名 除了技术特色无重发挥 随着评测的进一步深入 30506G性能上的短板 也逐渐凸显 受限于6G显存 对于新游戏 需要非常小心的控制画质和分辨率 在基金冷二重置版里 1080P低画质就开始爆显存 最后调整到720P低画质 关闭超彩样 终于稳定在70帧以上 而受限于6G显存容量 夺宝奇兵国老之圈 成了本次测试唯一不能进入的游戏 6G显存的短板在这里显露无遗 作为一个发布不到两年的50级显卡 出现这种情况有点尴尬 只能说这块卡配不上50级的定位 也许它真的只应该叫3030 整个评测下来 30506G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你吧 作为一块N卡 却处处无法显示出N卡特有的优势 有着说得过去的性能 但性价比又很低 凭心而论 作为30系最低端的显卡 30506G在游戏中的表现还是说得过去的 只要肯将就分辨率和画质 大部分游戏都可以获得还可以的游戏体验 但30506G的问题就在于 这玩意要卖一千多块钱 如果你把它当3050 你可能会对它的性能不满意 但如果你真把它当3030 你肯定会对它价格不满意 是 有谁会愿意花一千多块钱 买块30级别的显卡 悲催的是 由于土岭核心的20系和16系 早已退出正规零售渠道 随着英伟达宣布停更 10系显卡的驱动 如果想要得到有效的产品保障 30506G似乎成了正规零售渠道里 能买到的最低端的N卡 只是这一千多远的3036 实在有些奢侈 我能想到的场景 可能在办公 科研 医疗等领域 不需要或者无法提供 外接供点的显示输出 需要一点RTX显卡的性能又不多 对预算又不像个人用户这么敏感的 也许会考虑用这块卡吧 对于我们游戏玩家 这块卡可能真的只是看看就行 继续炸好 4 5 迦 6 5 6 7 1 8 感谢观看